全國港澳研究會離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 昨天出席一個基本法研討會時指出 BNO移民潮、選舉攬炒主義和港獨國際路線等 是新時代一國兩制需要長期面對的難題 田飛龍提到 中央主動引入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修復了一國兩制的制度安全基礎 但仍需要客觀地看到 這些做法在香港社會的貼地、軟著陸和人心認同方面 仍有複雜的張力需要處理 他又說 香港擁有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成為聯通中國和世界的獨特橋樑 一國兩制的任何制度和政策更新 都要經過世界聯通性的測試 促進香港聯通世界是黃金判定標準 不過他解釋 超出合法限度的聯通會造成風險 所以為了保障全球聯通性 不應該迴避憲制秩序和一國兩制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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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